我看见荣儿了 我看见荣儿了 什么 我看见荣儿了 是啊 老爷说他看见小姐了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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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荣儿的背影 从我家门前一闪就晃过去了 从你家门前一闪而过 真的 我不骗你 你要相信我 就算荣儿化成灰 我也不会把他给认错的 园章 等等我们园章 看到一个姑娘进大营了吗 没有 没有看到 没有 真的 看到一个姑娘进大营了吗 大叔 我不知道 看到没有 没有 没看见 怎么回事 荣儿 荣儿 干嘛呀 对不起 认错人了 雪云姑娘 这里有封信是给军宝师兄的 好 是师兄给军宝的 八月十三乃罗侯三杀日 会战之地 定于武当敬乐宫外双周 兄日兄弟绝生死 让万能的长生天为我们做主宰 让我们的鲜血 来冲洗所有的仇怨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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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愁眉不展的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可以告诉我吗 我想回去看看师父 就是为了这事啊 是 那好吧 我陪你去 你陪我去 等师父 七七四十九天丧期过了 我就陪你去 好吗 我不要你陪 你别去见我师父 不 我一定要见你师父 为什么一定要见呢 你猜 我猜 总是要摊牌的嘛 不要军宝 事已至此 难道你还想拖下去吗 拖一天算一天 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啊 两虎相争 谁跟我争啊 火狼吗 除了他 还会有谁 好 那我就跟你师父说 你把雪莹嫁给我 让火狼师兄 死了这条心 俊宝你说什么 摊牌啊 我还跟你师父说 我爱你的心 可比日月 永不改变 治前辈 请把雪莹嫁给我吧 君宝 好了 我们应该找个时间 拜喜酒啊 那 你我师父们的恩怨 是不是就算了 我师父的仇是一定要报的 但是我们的喜事也要办 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你一声不响就失踪了 我们还以为你给贼婆娘掳走 做压寨贼工了呢 我没有完成大哥交给我的任务 我不知道大哥能不能饶了我 废话 他不饶你 他还会带你回军营 对 可是沈姑娘 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大哥肯定不会饶了我的 这是意外吗 谁不想这样的 你放宽心好了 大哥气量大 没事的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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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得怎么样 不碍事 只是擦破了点皮 大哥 我没有完成你交给的任务 犹如军令 我请求从严处罚 临上没有机会 处罚还怕没有 我 大哥 谢谢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雪茵 你又有什么事不高兴 我不高兴我的 爱着你了 我可以为你分担吗 不能 你还没说出来 怎么知道我不能 俊宝 我再问你一次 你可不可以别找我师父报仇 我 你分明就是不愿意 不要生气 有话好好说吗 好 我好好说 张大哥 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别再找我师父麻烦了 你不要无力群了好吗 你到底答不答应 你 你不是真心要娶我 我的心天地可见 那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要求你也不肯答应我呢 你这哪是小小的要求 分明是强我所难吗 你师父既不如人 学义不精 如果他头对世门 学的是太阳神功 也不会惨死我师父长相 你胡说 太阳神功算什么 我听全天教的所有弟子说 你师父身受重伤 就剩下半条命了 就算半条命也好过没命了 你师父不知什么时候吸尽了我师父的真气卑鄙 是你师父自己不自量力 我不许你诋毁我的师父 我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替我师父报仇 为师父出口气 你杀死我师父 你杀死我师父 到时候火狼一定会为师父报仇 你当时能打赢他 是因为你吃了大环丹 但现在大环丹的功力在你体内已经消失了 你跟他决斗 你会死的 就算死我也要报仇 报仇 你们就想着报仇 我不想你死 师兄 师兄 师兄你在想什么 这么入神 没有 前两天我跟雪莹吵了一架 她一气之下就下山了 我心里有点担心她 雪莹姑娘 是不是为了那封战铁的事情 战铁 什么战铁 师兄 你还不知道啊 快说什么战铁 吃鼻猎下了战书 约你八月十三再双种决斗 原来是这样 难怪这两天 她叫我不要去决斗 不行 我得下山去找她 我以雪莹回来的话 千万留住她 不要让她再下山了 师兄你放心 拜托了 嗯 园长 你到底找到我女儿没有啊 还没有找到 我自己也找过好多次了 但是一直没有消息 不过我想 一定是陈有亮 在故弄学虚 陈有亮 陈有亮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想让我分心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现在战时吃紧 他只要让我分了心 我就会打败仗 陈有亮 真是一个阴险的小人 哦 这就奇了 空血来风并非无音 我可以肯定 戎儿她一定还在人世间 对啊老爷 如果小姐真的不在人世了 她的鬼魂一定会托梦的 可是我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啊 什么鬼魂 胡说八道 哦 沈老爷 嗯 你这么有钱 就多给点赏钱 多派几个人去找 不就成了吗 元璋要是再找不到 我当然会这样做 不过元璋啊 查找戎儿 你究竟有多少把握 沈老爷你放心 我会继续找的 那好 你再查不到 尽快地通知我 嗯 西娇 走吧 西娇啊 这事离奇啊 难道我们两个 都眼花了 老爷 不可能的 就算您老眼昏花了 我的眼睛可厉害着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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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有什么打算? 人活着总是好事 我想去弥补 我对她的亏欠 我是问你 你打算怎么安置她? 你想我怎么安置她? 两女嫁一夫 她已经用行动否决了 这扇没门 没门可以造 你什么意思啊? 我想让她住下来 我倒霉的时候也住过沈家庄 就是因为你住过沈家 现在才弄出这么多纠缠不清的事情 这是命运的安排 我也做不了主啊 你现在就做得了主了吗? 做人 总要将点情义吧 只要她人没死 我就有义务把她找出来 好一个有情有义的朱元璋 难道你喜欢一个无情无义的我吗? 不喜欢 是啊 不但你不喜欢 连我们九个兄弟也不会喜欢 如果他们知道 我朱元璋是一个无情无义 薄情寡义的人 他们还会提着脑袋 跟我一起打进山吗? 元璋 我知道沈蓉在你心里的地位 但是在军中其他兄弟的心里面 只有元帅 可没有沈蓉这好人物 你让弟兄们看着你 每日每夜的去找一个女人 心里会有什么想法 哪里的温暖 哪里的滩儿 都在用家的都下来 你打个人 客官 怎么了 和那姑娘见过面了 昨天还是满面笑容的 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 像死了爹娘似的 小二 那个 是人还是鬼啊 小二 小二 我师父身上有伤 今天就由我来跟你揪 张军宝 你我之间的仇怨 今天也该有个了结了 出手吧 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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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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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你 师妹 你这个狗娘养的 你怎么能让师妹来替你打呢 你这个笨蛋 她是不想让我们决斗 才假冒我来见你 你连自己师妹都认不出来吗 你 快把师妹送到我师父那儿 许我师父能救她 都别过来 否则我杀了她 兄弟 你可不要胡来 忘了夫人给你银子让你走 快点放下武器 没那么容易 要不然 她又没命了 怎么回事 大哥 战俘发难 劫持了大小姐 你怎么办呢 往后退 大哥 你 兄弟 认得我吗 朱大帅 你灭了我军六千 烧成灰我也认得你 认得就好 正因为我杀了你六千兄弟 所以我比他值钱 我愿意代替他 放他走 好 我正想找你呢 过来 不 袁章 大吉为重 你不能冒险啊 嗯 直来 别说话 照我说的做 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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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走 大哥 追 大哥 大哥 不要追了 兄弟 你真有赵子龙勇闯千斤万马的气概啊 我朱元璋十分佩服 不过 你愿不愿意投生我的旗下 朱母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朱元璋 别废话了 你杀死我两个亲兄弟和六千同胞 我恨不得杀你千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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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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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不是说要去报仇的吗 为什么没有杀朱元璋 反而把他放了 我跟朱元璋这个奸贼仇身四海 这样杀了他实在太便宜他了 一刀把他宰了 快以恩朝 这难道还不够吗 我绝对不能让他死得这么痛快 我要折磨他 羞辱他 要他求生不得 求死能 难怪啊 人们常说啊 千万不能得对女人 看来这话没有说错呀 不过朱元璋此人诡计多端 留下他的性命恐怕夜长梦多 何不趁着这个时机赶快把他了结了 不行 当初我拜你为师 你答应过会把朱元璋交给我处置 难道师父你忘记了吗 这 我 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能忘记答应你的事情 我就是担心 这次不杀他就失去机会 你要再杀他就不容易啊 师父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朱元璋这个奸贼 安安乐乐地活下去 我要让他痛苦一辈子 这 你的心情我当然理解 可是一天不杀朱元璋 我这心里就一天不痛快 那好吧 你就去一刀杀了他 但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也会随着一刀再无瓜葛 好好 好好好 我 我又没说现在就去把他杀掉 你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呢 就按你的意思去拜 先留下朱元璋那条狗的命 让他待着 你爱怎么折磨他 就怎么折磨他 我不多事 你爱怎么着 就怎么着 行了吧 雪莹 你一定要坚持的 师妹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把师妹打成这样 我怎么知道他会这么做 你不知道 你要是一时赴约 这事根本就不会发生 你分明就是强死夺理吗 我就是强死夺理 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师妹要是有什么事 我绕不了你 你们别吵了 雪莹 师妹 君宝 师兄 我不信 不会的 雪莹 不会的 你要坚持下去 师妹 你不会有事的 师父一定能救你 都怪我 不知道是你 要不然我也不会出手那么重 师兄 我不会怪你的 我希望你知道 我只是把你当做师兄 我尊重你 并没有其他 我希望 我希望 你可以答应我 不要 不要再跟军宝为敌 只要我死 也死得瞑目了 不 你不会死 也不能死 师父一定能救好你的 雪莹 你为什么这么傻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不想 看见你们 任何一个人有事 你听傻瓜 傻瓜 傻瓜 只要你们能够和睦 那就值得了 雪莹 师妹 雪莹 师妹 怎么还不回来 怎么还不回来 这是急死人了 娘 没事的 放心吧 没事的 大小姐 徐大哥 找到元帐了没有 属下派人四处搜索 目前还没有元帅的消息 那你继续去找 我记得元帐是被俘虏抓着向东走的 你多派遣人马向东走 一定要把他找到 是 是 大小姐 大小姐 傻瓜 放心吧 元帐他足智多谋 必须能够逢兄化吉 平安归来的 都怪我 都怪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 元帐也不会被抓走的 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起码证明了一点 他对你是真心的 他在最危险的时候 不过一切的去救你 已经证明了一切 那他对沈荣呢 他对沈荣的态度 我相信只是对以前的事 感到愧疚 而产生的阴影 给他点时间吧 时间可以冲淡 他对沈荣的一切记忆 也可以治愈 他心头的伤痛 我什么都不想 我现在只希望 我什么都不想 我现在只希望 元帐可以平安的回来 师父 怎么样了 你那一掌 伤及内脏 恐怕 师父 你一定要救救师妹 你出手要太重了 我不是有心的 师父 我求求你 一定要救他 要不然我火狼 我火狼也不活了 我不是不想救他 但是他伤的是五脏六腹 如果要救他的话 我要把我所有的真集 灌进他的体内 如此一来 老夫的老命也将休矣 怎么元帐还不回来 娘 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放心吧 没事的 大帅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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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帅你回来了 回来了 夫人 元帅 元帅 你真的平安回来了 我们听说你被敌人抓走了 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就是 你能回来 真是太好了 元帅 对了 你有没有看到我女儿 戎儿 我 好了 别在这儿啰哩啰嗦的 还是先让元帅休息一下 走吧 回去吧 元帅 走了 为什么要用自己交换我 你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吗 当时我没有想过 我只是 不想让你出事 我的生死微不足道 但是你是万君之帅 万民所依 将来还要夺取江山 一统天下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 我可是万死不辞其咎 知蓝 你还记得我那次溺水吗 怎么想起问这些啊 你记得吗 当时 我在水中 我想 我是必死无疑了 但是 我感觉到 你突然出现了 把我从鬼门关里救了回来 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你却不在 知蓝 你说 这一切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是假的 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啊 当然有意义 你心里不是只有一个沈容吗 知蓝 我 我想对你说 你又要跟我说抱歉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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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你还想什么 还不敢救师妹 你还敢说话吗 如果不是你家姐为师之名胡作非为 雪莹怎么会重一掌 多产加伤 何止于此 师父 徒儿自知不适之处 可是那武当根本和我们就是势不两立 我想先下手为强 无非是为了报师父在武当受挫之仇罢了 你是想为为师报受挫之仇 还是想为你自己报 多爱之恨 不管怎么说 张军宝是武当的下任掌门 杀了他 武当就会群龙无首 再也无法在江湖上立足了 你又能立足江湖吗 为了报多爱之恨 竟然失手杀了自己最深爱的女人 发生了这种事 江湖上的人会怎么看待你 他们只会嘲笑你看不起你 你又怎能维持本门的威望 师父 弟子 鱼鲁做了犹辱师门的事情 弟子甘愿受罚 可师父 你不能看着师妹不管 你一定要救他 早知今日 何必当处 薛英 武毒入境 有兽医长 上级五脏六腑 如今要治 实在是太难了 师父 师父我知道 太阳神功 刚梦无比 治刚治阳 只要你肯出手 一定能把师妹的武毒给逼出来 师父 你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 可是你一定要救救师妹 她是无辜的 如今太阳神功 爱公路 只要你肯出手 是最大的 有问题 是最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用太阳神功在他体内运行七大昼天 把他体内的毒技术逼着 雪莺 师父 雪莺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军宝 你怎么了 雪莺 军宝为了你 一夜白了头啊 不碍事的 师父 你 没事没事 你体内的五毒已被我逼到体外 受的伤也已经没有答案 只是 只是什么 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 只是 雪莺早已被五毒所伤 如今虽然被我取了毒 不过还好好地调养 武当乃是第一仙山 人杰地令 张军宝 你把雪莺带回武当 尽兴调养 从今以后 你更要好好地照顾他 前辈 您的大恩晚辈在此谢过 不过您与武当的恩怨 等我日后再讨 出生有毒 有本事便来吧 雪莺 师父再不能照顾你了 从今以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一定要坚强地面对 不要丢师父的面子 师父 弟子不想离开你 不要口是心非 这是你的选择 师父也希望你是对的 不行 不行 雪莺你要调养 就在这里调养 哪也不许去 黄 让他们走 师父 我们走吧 这一桌菜全都是 枝兰为了答谢你 在俘虏手上救了他 而专门做的 你可不要辜负他的一番心意 枝兰 你费心了 这杯酒我先干了 对 快喝 对了 我想到了 我营中还有一坛陈年的好酒 我这就去哪 来等等我 我没说错吧 掌握了男人的胃 等于掌握了他的心 不可不知啊 娘 喜欢什么人跟喜欢吃什么 根本就是凉码子事 怎么能会有一坛呢 你就是固执 袁章用他的命换了你的命 难道你还说他不在乎你吗 我知道 可是他心里在乎的不只是我 还有沈蓉 你也知道 他竟然以为沈蓉出现了 为了找他 差点死在陈有亮的陷阱里 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说我还能说什么 什么也不用说 女人该清醒的时候就要清醒 该糊涂的时候就要糊涂 你不是说沈蓉已经死了吗 那你还担心什么 就是因为沈蓉已经死了 所以他在袁章的心里 就成了无可替代的 你说 我怎么能胜得过一个死去的人呢 沈蓉 他能在袁章失忆的时候鼓励他吗 能在袁章伤病的时候安慰他吗 能够帮袁章打天下的人是你 他对沈蓉的态度 只不过是对以前的事感到愧疚而产生的阴影 你还怕赢不了他 来日方长 我看我也只能认命了 别胡思乱想了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个扁单挑着走 你既然已经嫁给了他 就应该好好地跟他过 这样无论他心里有多少人 最重要的一个还是你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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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让郑君堡把我师妹带走 师父 你是我师父吗 你还是我师父吗 我从小就敬重你 追随你 当你是我的父亲一样 可是自打 在武当山的受挫之后 你变了 你全变了 对待敌人 你的手软了 你的心更软了 以前那个不可一世的赤鼻裂 到哪儿去了 到底到哪儿去了 你说的没错 以前叱咤风云 不可一世的赤鼻裂 已经不在了 既然如此 你也更应该好好振作 担任本门重责 终日之国儿女私情 你还能光耀本门吗 光耀本门 我拿什么光耀本门 我的武功跟师父相差那么远 我连个小小的张军宝都打不过 还光耀本门 本门自我父亲开创以来 传之握手 数十年来 一直威震西锤 雄霸塞万 你可是我的青传弟子 你没本事 谁有本事 这是本门至宝 最后一颗大混蛋 你之后闭关三月 功力自然会提高两倍 到时 你便可以担任本门的重任 谁也不敢小看你 师父 弟子一定不负师父重望 这便好 师父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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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与秋出击一战 我的精耐尽伤 虽然得到她一口真气 让我苟延残船 可是为了救血鹰 我把最后一口真气给了她 师父 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 你早说 咱们可以用别的办法来救血鹰 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 师父 不怕了 咱们有大环丹 你把它吃了 吃下去就没事了 没用 我的心脉已经断了 纵然有灵丹妙药 我也是活不了的 更何况 本门重责已落在你身上 这可大环丹 你比我更需要的 师父 师父 我死了之后 你就是本派的第三代掌门 到时 你绝不可像现在一样 只顾儿女私情 乘风吃醋 坏了本门的威名 弟子知道 本门 虽然威阵塞外 可是数十年来 始终未能惩罢中原 实在是 威师的一大汗事 所以 你要完成威师 未完之愿 我未完之愿 为师等着你 胜过少林 赛过武当 积压群凶 扬名天下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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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给厉害 已是我 使你一生心 赴我千恒位 这是荣儿的字 荣儿